一批前線社工和社工團體 成立反洗腦教育行動 他們在網上收集超過850個聯署 希望叫停國民教育試行計劃 他們擔心社工工作遲早受到剝削 今天看到教育界這麼赤裸地被干預 我們覺得其他社福界面對就是這樣 我們很擔心有朝一日 撥款裏面都會指明 如果你說國家不好的一面 我們就不會給你錢 當然現在他們會有一套準則 而我們未必知道 我們也不會坦白地去說 其實你做某些事情一定會撥款 但其實已經有傾向性 例如剛才說建設的 說實驗規劃的 這些的確政府某些基金會傾向撥款多些 這個導向其實我們看到很影響著 社工的專業自主 對於有聲音指 小學生未有足夠獨立分析力 思考六四和李旺陽事件 因此不應該加入國民教育 發言人就不認同 當然很多真相 我們就這樣睜眼看 都有一些我們估計到的情況 但也因為我們都要給小朋友知道 原來在當地來說 很多事情是沒有完全公佈的 小朋友就只想很清楚 黑月白 告訴他們這件事是有疑點的 我們就要關心任何一個人是死非命 出於這件事我們就要提出一個疑慮 一個懷疑就夠了 我們不需要說要逼小朋友 一定會很努力去找的真相 但起碼他有一個懷疑的心 對於當日參與遊行的社工人數 吳偉蕭話很難估計 但就希望有一千人參與遊行 他又呼籲不同職級的社福界和教育界人士 一起參與遊行 香港封頻電視記者 許配知報道